枪拆了我们家的我弟弟家的房 跟拆迁有关系吗 跟拆迁补偿有关系吗 就跟我们家的争利一来了 李先生的村子迎来拆迁 由于对拆迁补偿不满意 李先生迟迟没有签字 怎知拆迁办如此嚣张 乔拆了他家房子 李先生明确表示 绝不会善罢该凶 拆迁的村子位于北京市大兴区 属于盆改项目 拆迁公告出来 两年时间有595户村民签约 并且签约村民的房屋已经拆除完毕 剩下9户一直不肯签字 房屋也保留在那里 影响了村民的回签安置 值得一提的是 这9户村民仅有3户 在房子里继续居住 剩下6户 立刻搬出去住 也不打算把拆迁协议签了 李先生作为为签约村民代表 一上来就气势凶松 原本他对拆迁项目很满意 拆迁后 村民可以回签住新房 绝对是件大好事 只不过对拆迁条款有些不满意 耽误了一段时间 可就是自己没有签约的举动 导致拆迁办开着挖掘机 把他家房子强拆出了一个大洞 这件事 李先生绝对不能忍 一家人心中抱着怨气 在原地一丁 就是两年半 拆迁办负责人赶毛站出来盗窃 那是施工时发生的意外 绝对不是故意的 李先生很明显不买账 李哥 我先跟你道个歉啊 对不起 这件事呢 你叫你 李先生 你说你说 别说对不起 这件事啊 当时拆除的事怎么拆了呢 两家房子安置为禁 你做房户了呢 原来李先生家的房子 仅挨着拆迁的房子 两家相隔 仅80厘米 拆迁办工作人员施工的时候 房子的高楼掉了下来 直接砸坏了李先生窗户的位置 纯属市场意外 不是故意的 且拆迁办理导立马上门盗窃 寻求调解方法 要么经济补偿 要么给李先生房屋恢复原样 李先生不同意 发生意外的时候 只有李先生母亲一个人在场 还好母亲当时在里屋 如果母亲就在事发地 后果不开设想 现在给的解决方案 李先生一家都不同意 拆迁办负责人很无奈 当时事情刚发生的时候 李先生就报了警 警察的处理方式 也是让他们自己调解 主要李先生这边的气 一直都消不了 调解团站出来发表意见 不管是强拆还是误拆 肯定会有一个解决方法 目前李先生不愿意 搬走的核心原因 其实还是拆迁补偿不到位的问题 直接说拆迁补偿诉求 以及这件事 想要的处理结果吧 总之李先生一听 起身就走 现在我在谈强拆了房子 具体要怎么补偿我 还没谈到拆迁这一块呢 调解员这么说 其实就是在拉偏价 这个节目不怒也罢 到底调解能否继续进行下去呢 北京农村拆迁 拆迁办施工过程 误拆了没签约村民的家 李先生大怒 认定这件事情就是强拆 性质恶劣 说完李先生和他弟弟愤然离场 节目组赶毛追了上去 大家消消气 来这里是解决问题的 千万不要动怒 事情耽误了两年半 现在走了 就会继续耽误下去 李先生一听 觉得很有道理 再加上拆迁办主任真诚道歉 修缮和经济补偿都可以谈 瞬间让两兄弟气消了不少 并和主任握手言和 这件事先过去吧 接下来要谈的 就是拆迁补偿了 李先生表示 拆迁补偿方案 对他家要言是不合理的 没有考虑到他家的遗产继承情况 原来李先生父亲已经去世 并立下遗嘱 零下的三间房 留给了李先生兄弟五人 因此被拆迁腾退人 应该是五人 并且依照相关规定 兄弟五人的直系血清 也应该一起算在里面 所以加在一起 腾退人应该是李先生一家12口人 拆迁办算的 却只有三个人 这差的也太多了 科长对拆迁补偿做了解释 有两种补偿方案 可以按多的那种方法选 第一种是按人头分配 人均可以分到50平米 第二种是按确权面积来算 李先生家的宅基地面积是399平米 乘以75%就是建筑面积 算下来约300平 加上国家会有补偿力度 总共给李先生的是381.75平米的房子 再加176万的补偿款 按照拆迁办的计算 第二种方案更加适合李先生 可是如果按照李先生 一加12口人来算 按照第一种方案 他家能拿到600平的房子 李先生的诉求 就是新房到手至少600平 科长表示 李先生一家不满足登记12口人 因为除了要直系血缘关系 还得户口再测 户口不再测的 偷偷不能算成被腾退人 事实就是 李家的这套宅基地 只有户口三人在测 所以只能按三个人头来算 不然按李先生的算法 什么七大姑八大姨 都能往里面算 农村数个几十口人 都不是问题 话还没有说完 李先生又起神就走 那就不谈了 我来这里是提要求的 不是听解释的 达不到诉求就不搬 李先生的离开 令所有人都很无奈 而场上另一位 没签约的陈奶奶 也表示了她的不满 北京农村拆迁 604户村民 有595户已经签约 而未签约的居民 以李先生为例 户口本上有三口人 竟要求600平的房屋补偿 原因是加上兄弟姐妹 他们家有12口人 每人都要50平的房子 这种要求很明显无法满足 而这位未签约的居民陈奶奶 她苦恼的 是差千拜给她的宅基地 确全不正确 测会人员给出的数字 是203平米 陈奶奶表示 测会员少算了200平米 原来陈奶奶家后面有一块地 她坚持这块地属于宅基地 并拿出了宅基地使用份的票据 总结额加起来是1000元 陈奶奶女儿也站出来发言 这些票据 就是宅基地的最有利证据 供制人员做了解释 陈奶奶后面的地 原先是一条宫 村里提供靠近这条宫的村梅使用 被开出了票据 村梅支付一笔费用 就可以使用这块地 但是村里不认可那是宅基地 且没有召开过村梅代表大会 所以村子只承认 村梅有那块地的使用权 交的费用 也只是零食土地使用费 和陈奶奶家一样的情况 其实还有21家 且车21家都签了字 针对这种情况 拆迁办也给出了补偿方案 像陈奶奶家宅基地面积是203平 提供给她的房屋面积是234.75平 外加106万的补偿款 而106万里面 有17.6万就属于这块地的补偿 陈奶奶母女表示想不通 我有证 那就应该是宅基地啊 给他们的补偿至少要翻倍 否则就坚决不同意 供制人员只能将事实摆了出来 他们已经申请行政裁决了 如果这酒户居民一直不签约 就只能走司法程序了 到时候 陈奶奶一家能拿到的 只有152.25平的房子 外加50万的补偿款 律师在一旁做了解释 拆迁公告之前做过民意调查 预签约率达标 村子符合棚杆的流程 它发烧 是有政府许可的拆迁许可证的 第一次 拆迁办完全可以申请乔治执行 节目的最后 李家兄弟以及陈奶奶一家表示 他们还要回去继续考虑 节目组也提醒了李先生 如果到了乔治执行那一步 他只能拿到200.25平的房子 外加50万的补偿款 国家规划用地是具有高性的 若不得改变 也希望大家可以多做理解 最终 在节目结束后 经过12字的到访和劝解 9户为签约居民终于选择妥协 在协议书上签了字 国家要发展 经济要进步 说到底 我们拥有的也只是土地的使用权 这块地既然已经被规划开发 就不可能被撤销 再加上一个村600多户 595户已经签约 迫切等待回家 要照顾大多数人的利益 所以 该变通的时候就变通 不然到了乔治之前那一步 可就真的晚了